古人书中有一个词叫做行将就木,指的是濒临死亡的人,寿数已经到头了。 这里的木指的是棺材,不得不说古人对于生死一世还是很看得开的。 据说古人在预感自己大陷将至之前,还会去为自己选择木地和棺木,可以说是心很大了。 但是这同时也说明了,人的生命结束前也是有征兆的,老人阳寿将近时会有什么样诡异的症状呢? 古人又是怎么去判断自己快要大陷将至呢? 下面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 第一个征兆,鼻子开始歪斜,老人生命快要结束时,鼻子是会变歪的,但不是特别的明显,只有仔细看才能发现, 老人自己也不会感觉到,但别人应该是可以看到鼻子有了明显的变歪。 古人认为鼻子除了代表财运之外还代表着每个人的经历和自尊心,如果一个人即将到大陷之期的话, 那么这个人的鼻子就会先歪斜掉,因为精气已经涣散了,不能好好地呼吸,气不在了,自然就是大陷将至的征兆。 第二个征兆,四肢开始剧烈疼痛,现代科学当中说,人在去世之前会觉得身体非常地轻。 但是,古人认为,人离世前会觉得四肢十分地疼痛,像是挂了千斤坠一样地沉重。 等到离世的那一刻的时候,身体才会非常轻,才算是真正的解脱。 第三个征兆,大便颜色发白,我们正常人的大便颜色大都是黄色或者是褐色的, 但是古人说行将就木的人排泄物大都是白色,因为他们体内的阳气已经消耗殆尽, 所以没有什么五股杂粮需要再排出体外了。 第四个征兆,脚心会有针扎般的痛感,脚底是我们身体的反射区, 所以很多疾病都可以从脚底看出。 古人的书中说,人若是大腺将至,脚底必定会刺痛,之后过补了多久会离世。 第五个征兆,一直口干舌燥,舌不生筋,我们人体内大都是水分, 所以水是人体内很重要的部分。 古人认为即将离世的人都会口干舌燥,想要喝水, 但是他们已经喝不进去水了,因为他们的身体已经不需要水分了。 所以古人认为这也是即将离世的一个征兆。 第六个征兆,眼睛出现问题,当眼睛不怕光时,可以直视太阳, 也不会感觉到刺眼,说明老人已经快要到了生命的尽头。 还有就是别人眼球中看到自己的影子, 如果一个人阳寿已尽,那么在别人眼球中是看不到自己影子的。 而正常人都是能够从对方眼球中看到自己的。 第七个征兆,呼吸变冷,平时呼吸时的气是温热的, 当用手心感觉老人呼吸时的气是冰冷时, 说明身体的温度已经下降,并且会越来越冷, 这是寿命已经快晚了。 老人扬寿将近的诡异前兆, 就是判断生命快要结束比较准确的条件, 在出现这一系列症状之后要尽可能地满足老人的愿意, 多陪伴老人,让老人可以走得更安心一些。 每个人都会死亡,这是无法改变的, 不用过于地害怕和恐慌, 也不用过于地悲伤, 生命是可以有后代延续的。 轻败类超,有言,人家之有丧, 哀是也,方追道之不暇,和有于喜。 而所有所谓喜丧者, 则以死者之福寿兼备为可喜也。 自古以来,我们把年迈的老人过世, 称为喜丧,不要一直沉浸在悲痛之中。 但是,从古人留下的习俗里, 可以洞察到,不是所有的老人过世, 都是喜事,而是有附加条件的。 关键的一点,就是福寿兼备。 若我们仅仅把老人的年纪大, 作为喜事,而不看到福字, 那就是错误的。 通常来说,父母临走之前, 兄弟姐妹做到五不带, 是家庭的福报。 一陪护,不带情绪。 父母已经进入苟延残喘的阶段了, 如何才能减轻痛苦, 需要动脑筋,借助医疗设备, 更需要耐心地陪护。 一日三餐,虚寒问暖,精神鼓励, 兄弟姐妹的团结和睦, 一样都不能少。 从人生的归途来说, 父母到了最后关头, 就像一个婴儿一样, 行动不方便, 还得端食端尿。 很多人就会有脾气, 兄弟姐妹之间, 也互相扯皮, 谁都不愿意多照顾一天。 而此时, 恰是孝道落实到行动的最佳机会。 兄弟姐妹的做法, 会让子孙都看到, 并且学到。 不管工作多忙, 抽出时间, 挤出笑容, 善待父母的分分秒秒。 父母虽然身上痛苦, 但是内心会安宁。 二遗言, 不带偏差。 父母临走前, 会交代很多的事情, 但是因为身体原因, 往往不能一口气说完, 若是写遗嘱, 都可能有偏差。 特别是一些患了老年痴呆的老人, 根本就控制不住自己。 说话也稀里糊涂, 做事颠三倒四, 不知道哪一句是真实的。 作为子女, 要善于判断父母的遗言, 不要为了一己私利, 就主观异断, 或者抢求父母 把更多的利益让给自己。 春秋时, 为五子有妻有妾。 他在健康的时候, 告诉儿子魏科, 他过世之后, 让妾改嫁。 当魏五子病入膏肓的时候, 精神恍惚, 告诉魏科, 他过世之后, 让妾殉葬。 魏科最后 把魏五子的妾改嫁了, 因为他相信清醒时的遗言。 过了一段时间, 魏科在战场上被困, 忽然冒出一个老人, 用绳子绊倒了敌军的马, 魏科就脱困了。 原来, 老人是妾的父亲, 前来报恩。 这就是劫草报恩的典故。 公正地判断父母的遗言, 这是做人的道德。 也是人与人之间能够长久信任, 正能量可以传递的根本。 三会客, 不带丧气。 家里有老人要过世, 很多亲戚朋友会来探望。 父母的老同事, 同学等, 也会从四面八方赶来。 很多人习惯性哭泣, 传递哀伤的信号。 也有亲戚朋友会陪着哭泣。 看起来, 哭泣是真情的体现, 但是哭声被父母听到了, 一定会更加难受, 丧失活下去的信念, 增加内心的悲哀。 家里的哭声多了, 丧气话多了, 很明显是晦气的征兆。 不管家庭发生了什么, 都要往好处想, 就算好不了, 内心也会充满阳光和希望, 家庭的面貌不会垮掉。 家庭的氛围好一些, 父母的感受也会好一些。 人生, 活一天, 开心一天, 就赚了一天。 四遗产, 不带私心。 常常听到一句骂人的话, 老人尸骨未寒, 你们就争执不休。 很多家庭, 顾不上老人的后世安排, 关照等, 兄弟姐妹使尽争夺家财, 谁都不愿意吃亏。 从老人过世之前, 争执到老人过世之后, 这样的氛围, 无疑是给外人看了笑话。 若是争执到水火不容的时候, 不得不请外人来当中间人, 那就明显, 把关系搞反了。 血脉之情, 难道不如亲戚, 朋友之情? 最可怕的是, 为了争夺遗产, 老人的死活都没有人管了。 齐桓公过世之前, 被奸臣反锁在宫殿里, 他的儿子们没有想办法拯救, 而是开启了争夺君王位置的模式。 最后, 齐桓公过世几个月, 都无人问津。 遗产是一笔钱, 或者是一个赚钱的位置, 但是我们不要贪婪, 而是根据父母的安排去做, 或者按照社会道德准则去做。 做人大度一些, 要这样想, 不管遗产落入谁的家里, 都是在大家庭。 真正有本事的人都在自己谋业, 午后事不带奢靡, 父母过世前后一段时间都要安排后事。 总有一些人对父母最后的日子不闻不问, 但是在父母过世之后就买大量的花炮, 贵重的陪葬亭等, 让全村人都来看一看, 还有人请了唱戏的班子, 连续多天都锣鼓喧天。 摆明了, 这就是炫耀。 好的兄弟姐妹, 一定会做出后养伯葬的决定, 简简单单办好后事, 不乱花钱。 有些后事还得尊重父母的意见, 但凡父母交代的, 都要认真考虑, 择其善者而从之。 父母过世也是家庭延续, 家庭主角更替的过程。 在哀伤之中, 留住一份喜气, 并不要一直哀伤。 子曰, 父母为其极之忧。 你我都要记住, 最后的孝顺就是让父母没有忧虑, 满意地离开。 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观看。 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 记得点击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